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合适吧 喜哥面持心旨 有火当面发 贵妃 你人长得漂亮 家势友好 提入宫就身居高位 何苦要来为难我 你也该想想 昨夜是我入宫的第一夜 也该给我几分薄面吧 娘娘是你 主上和贵妃的事情 岂容你来编排 他做得出 我倒说不得了 贵妃 我本来没想跟你争宠 你我都是主上的妃子 本应该彼此客气 昨天的事也就算了 可今天晚上 你要再霸占主上 就怪我翻脸 放肆 来人 贵妃 贵妃 将喜哥小飞带下去 瞧瞧她规矩 谁敢 谁敢动我 放开我 你 谁敢拉我 放开 放开我 娘娘 你真是脾气太好 只是教规矩 照我说 应该拉出去 狠狠仗责责对 算了吧 我也懒得跟她继续 只是教她规矩吗 贵妃娘娘出自明门 肯定不屑于跟喜哥小飞这样的小族之女计较 那可为难了 你说朕总不见得 再去那一个 出身名门的妃子 去试探她吧 奴才知道 主上心里 只有贵妃娘娘一个人 但是不知道燕燕 她什么时候 才能知道这一点啊 小飞 奴婢奉命 将小飞攻归 你 都记住了吗 小飞没记住啊 那奴婢 就再为小飞 念一回 人无礼 人无礼则不生 事无礼则不成 国家无礼则不明 尊卑有序 无无尽 来 赶紧扶娘娘 到床上躺一下 快 来 你们俩给娘娘敷一下 贵妃 给娘娘敷一下 贵妃 妻人太甚了 小燕燕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要不要 告诉女李大人 不用 叔父把我送进宫 与我信任 我若是遇到一点小事 就求助她 那也太没用了 可是你这样 布兰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可是叔父 也不是只有我这一个侄女 我要是没用的话 就会有其他姐妹来取代我 况且现在宫中 只有我和萧燕燕两个人 难保将来有其他大臣 把女儿送进来 我不能事事都与张叔父 我得自己站起来 那你 只是没想到萧燕燕 她太过分了 我就是要讨一个公道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说明她就是嫉妒我 嫉妒我的美貌 如果是不 unsafe 我还是不得上 你的道具 就是 我